凌晨12點天色昏暗 但這時一名男子帶著頭燈來了 把漆黑的店鋪照亮 接著看他直奔冰箱打開之後 拿了東西快跑離開 店家直到早上清點商品時 才發現早小偷 也有過 之前有發現就是 也有短掃 後來撞到監視器之後 就抓到了他那名字 已經不是第一次被偷了 沒想到裝上監視器 就抓到這隻大老鼠 而且他還是名冠妾 走在10分鐘前 男子也被拍到 他騎了腳踏車同樣裝扮 加上他頭上大大的頭燈 真的太明顯了 這車 腳踏車停的 都在這裡都開邊心 有他們健康在說 這在戴這邊 警察好像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好像是冠犯 因為警察就說他都偷 那個名聲又皮居多 事件發生在屏東方寮 到2號凌晨 這名科興嫌犯 帶著超亮頭燈 沿街尋找目標 從寶山路到龍山路附近 一帶出沒 而且專挑放置在住家 外面的冰箱下手 因此事件PO上網 立刻調出不少苦煮 甚至有的被偷三次了 雖然金額都不大 那都是一些民生物資 但也讓附近住戶很困擾 警察 該名犯嫌 近一年內陸續有竊取宮廟茶葉 住家飲料等 招本群局查獲並移送的紀錄 就連宮廟也是他下手目標 只要是吃的 他基本上都不會錯過 只是他自帶頭燈的抄襲目標記 讓元錦一看到畫面就知道又是他 因此民眾報案沒多久 就鎖定犯嫌 將他一切到罪法辦 TBN新聞 葉豐達屏東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